三国演义 第100二回 司马懿战北原位乔 诸葛亮造木牛流马 却说乔州官居太史 颇明天文 见孔明又欲出师 乃奏后主曰 曾经执掌司天台 但有祸福不可不奏 竟有群鸟数万字难飞来 头于汗水而死 此不祥之兆 陈又观天象 见魁心缠于太白之分 盛气在北 不利发位 又成都人民皆闻薄树夜哭 有此数般灾意 丞相只宜谨守 不可妄动 孔明曰 无受先帝脱孤之众 当竭力讨贼 岂可以虚妄之腰分 而废国家大事也 遂命有私涉太牢 寄于昭烈之庙 替气拜告曰 陈亮五出其山 未得寸土 负罪非清 经臣父统全师 在出其山 是竭力尽心剿灭汉贼 恢复中原 鞠躬尽翠死而后裔 寄弊 拜祠后主 星夜至汉中 聚集诸将商议出师 忽报关心病亡 孔明放声大哭 昏倒余地 伴赏方苏 众将在三劝解 孔明探约 可怜忠义之人 天不于以寿 我今翻出师 又少一元大将也 后人有诗探约 生死人常理 浮游一样空 但存忠孝节 何必受乔松 孔明引蜀兵 三十四万分五路而尽 令将为魏延为先锋 接出齐山取齐 令李徽先运两草 于邪谷道口赐后 却说魏国应就岁有 青龙自摩坡井内而出 改为青龙元年 此时乃青龙二年春二月也 近臣奏曰 边关非报属兵三十余万 分五路复出齐山 魏主曹瑞大经 及赵司马懿至 魏曰 属人三年未曾入寇 经诸葛亮又出齐山 如之奈何 一奏曰 晨夜观天象 见中原望弃正盛 魏心泛太白 不利于西川 经孔明自负才智 逆天而行 乃自取拜王也 承托陛下红符 当王破枝 但愿宝四人同去 锐曰 清宝和人 一曰 下侯冤有四子 掌明霸 自重拳 自明威 自祭拳 三明慧 自雅拳 四明和 自义拳 霸威二人攻马赎贤 慧和二人安之韬略 此四人常欲威赴报仇 曾经保下侯霸 下侯威为左右先锋 下侯会下侯合为行军司马 共赞军机 以退戍兵 锐曰 向着下侯冒赴马为物军机 失陷了许多人马 至今修残不回 今此四人亦与貌同否 义曰 此四人非貌之彼也 锐乃从其请 即命司马义为大多都 凡将士西听量才尾用 各处兵马皆听调遣 义受命 此朝出城 锐又以守照赐义曰 清道卫兵 宜兼兼兼必顾守 物与交锋 属兵不得志 必诈退诱敌 轻胜勿追 待彼良静 必然自走 然后乘虚公之 则取胜不难 以免军马疲劳之苦 既莫善于此也 司马义顿手受赵 即日到长安聚集各处军马 共四十万皆来为兵下债 又拨五万军于渭水上搭起九座浮桥 令先锋下侯霸下侯威过渭水安营 又于大营之后东元竹起一城 以防不渝 义正与重将商议间 呼抱郭怀孙里来见 义迎入 礼弊 怀曰 金属兵兮在齐山 唐跨卫登元 接连北山 祖绝隆道 大可于也 义曰 所言甚善 功可救都隆西军马 具备原下债 深沟高磊岸兵不动 只待彼良静方可攻之 郭怀孙里领命 迎兵下债去了 却说孔明方出齐山 下五个大债 按左右中前后 自邪谷直至剑阁一连 又下十四个大债 分屯军马 以为就计 每日令人寻哨 呼抱郭怀孙里领 隆西之兵与北渭下债 孔明为诸将曰 为兵与北渭安营者 巨无取此路阻绝隆道也 吴京须攻北渭 却暗取卫兵 令人杂木伐百余之 尚在草把 悬灌赎水守五千人驾之 我营业只攻北渭 司马懿必引兵来救 彼若少败 我把后军先渡过暗去 然后把军下于阀中 修要上岸 顺水取福桥放火烧断 以攻其后 吴自引一军去取前营之门 若得渭水之难 则进兵不难以 诸将遵令而行 早有寻绍军非报司马懿 亦换诸将一曰 孔明如此施舍 其中必有计 必以去北渭为名 顺水来烧浮桥 乱无后 雀功无前也 即传令与夏侯霸夏侯威曰 若听得北渭发喊 即提兵于渭水南山之中 代蜀兵至极之 又令张虎月称影二千公弩首服于渭水浮桥北岸 若蜀兵乘木伐顺水而来 可亦其设之 修令靖桥 又传令郭怀孙里约 孔明来北渭岸渡渭水 乳心力之营人马不多 可浸浮于半路 若蜀兵武后渡水 黄昏时分必来攻乳 乳诈败而走 蜀兵必追 乳等皆以攻弩射之 无水路并境 若蜀兵大志 只看无指挥及之 各处下令以弊 又令二子司马师司马昭引兵就应前营 义自引一军就北渭 却说孔明令为野马带引兵度为水攻北渭 令吴班无义引木伐兵去烧浮桥 令王平张仪为前队 将为马中为中队 廖化张义 为后队 分兵三路去攻卫水汉营 是日午时 人马离大寨 尽度卫水 列成阵势 缓缓而行 却说为野马带将进北渊 天色已昏 孙礼少见 便弃迎而走 为言之有准备 击退军时 四下喊声大阵 左有司马懿又有郭怀 两路兵杀来 为野马带奋力杀出 属兵多半落于水中 于众奔逃无路 信得无义兵杀来 救了败兵过岸巨柱 吴班分一半兵称伐顺水来烧浮桥 却被张虎跃称在岸上乱箭射住 无班重箭落水而死 于军赴水逃命 木伐竟被卫兵夺去 此时王平张仪不知北渊兵败 直奔到魏营 已有二更天气 只听了喊声四起 王平为张仪约 马军攻打北渊位之胜负 魏南志在现在面前 如何不见一个卫兵 莫非司马懿知道了 先做准备也 我等且看扶桥火器 方可进兵 二人乐住军马 呼背后一记马来报说 丞相叫军马即回 北渊兵扶桥兵巨师了 王平张仪大惊 击退军时 却被卫兵抄在背后 一声炮响 一骑杀来 火光冲天 王平张仪引兵相迎 两军混战一场 平仪二人奋力杀出 属兵折伤大半 孔明回到齐山大寨 收据败兵 约折了万余人 心中忧闷 呼报费一自成都来见丞相 孔明请入 费一礼弊 孔明曰 吾有一书 郑玉凡公去东吾头地 不知肯去否 一曰 丞相之命 其敢推辞 孔明及修书 付费一去了 一池书尽道建业 入见无主孙权 承上孔明之书 全差事之 书略曰 盼是不幸 王刚施迹 曹贼窜逆 蔓延及京 亮寿招列皇帝寄托之众 赶不竭力尽兴 经大兵已会于齐山 狂寇将亡于渭水 伏望陛下念同盟之意 命将北征 共取中原 同分天下 书不敬言 万兮盛听 全兰弊 大喜 乃未费一约 镇九玉新兵 未得会和孔明 经济有数道 即日镇自新兵 入居朝门 取卫新城 再令陆逊诸葛景等 屯兵于江夏免口取襄阳 孙韶章城等出兵广 领取淮阳等处 三路一骑进军 共三十万 克日兴师 费义拜谢约 成如此 则中原不日自破矣 全设宴款待费一 尹宴间 全问约 承向军前用谁当先破敌 一约 魏言为首 全孝约 此人勇有余而心不正 若一朝无孔明 彼必为祸 孔明其未知也 一约 陛下之言及当 曾经归去及当 以此言告孔明 遂拜此孙权 回到其山见了孔明 去言吴主 其大兵三十万御驾清征 兵分三路而尽 孔明又问曰 吴主别有所论否 费一将论未言之与告之 孔明探曰 真聪明之主也 无非不知此人 为习其勇 雇用之耳 一约 丞相已早做屈处 孔明约 无字有法 依此别孔明 自回成都 孔明正与诸将商议争进 忽抱有位将来投降 孔明患入问之 答约 某乃为国偏将正文也 竟与秦朗同领人马 听司马懿调用 不料司马懿寻思偏向 加秦朗为前将军 而是文如草芥 因此不平 特来投降丞相 妄赐收录 言未已 人抱秦朗隐兵 在寨外单诺正文交战 孔明约 此人武艺比辱若和 正文约 某当力斩之 孔明约 辱若先斩了秦朗 无方不宜 正文欣然上马出营与秦朗交战 孔明亲自出营是之 只见秦朗挺枪大骂曰 返贼道我占马来此 可早早还我 言弃 直取正文 文拍马五刀相迎 指一合 斩秦朗与马下 卫兵各自逃走 正文提手即入营 孔明回到帐中坐定 幻正文至勃然大怒 至左右推出展之 正文约 小将无罪 孔明约 无相是秦朗 辱今斩者并非秦朗 安敢欺我 文拜告约 此时秦朗之地秦明也 孔明孝约 司马懿令辱来诈降 于中取世 却如何瞒得我过 若不实说 必然斩辱 正文只得诉告 其实是诈降 弃求免死 孔明约 辱欲求生 可修书一封 叫司马懿自来劫淫 无便饶辱性命 若捉住司马懿 便是辱之功 还当重用 正文只得写了一书 成语孔明 孔明令将正文间下 凡见问约 丞相何以致此人诈降 孔明约 司马懿不轻用人 若加秦朗为前将军 必武艺高强 经与正文交马 旨意何便为文所杀 必不是秦朗也 已故知其诈 众皆拜扶 孔明选一舌便军事 富尔吩咐如此如此 军事领命 持书近来 为债求见司马懿 亦换入差书看壁 问曰 辱何人也 答曰 某乃中原人 流落蜀中 正文与某同乡 今孔明因正文有功 用为先锋 正文特托某来献书 约于明日晚间举火为号 旺启都都倾提大军前来结债 正文在内为应 司马懿反复结问 又将来书仔细简看 果然是时 即次军事九时 吩咐曰 本日二更为其 我自来结债 大事若成 必重用辱 君事败别 回到本寨告知孔明 孔明仗见不刚 导注以臂 患王平张仪 吩咐如此如此 又患马中马代 吩咐如此如此 又患魏严 吩咐如此如此 孔明自引述 时人坐于高山之上 指挥众军 却说司马懿 见了正文之书 便欲引二子提大兵 来结束债 长子司马仕见约 父亲何故聚骗子 而侵入重地 堂有疏于 如之奈何 不如令别将先去 父亲为后应可也 亦从之 遂令秦朗 引一万兵去结属债 亦自引兵接应 事业出更 风轻月朗 将及二更十分 忽然阴云四合 黑气漫空 对面不见 亦大喜约 天使我成功也 于是人尽贤 美马接乐口 长驱大进 秦朗当先 引一万兵直杀入树寨中 并不见一人 朗志重计 忙叫退兵 四下火把齐鸣 喊声阵地 左右王平张仪 又有马带马中 两路兵杀来 秦朗死战 不能得出 背后司马懿剑术 债火光冲天 喊声不绝 又不知卫兵胜负 只顾催兵接应 望火光中杀来 忽然一声喊起 骨脚喧天 火炮阵地 左右魏延又有江维 两路杀出 卫兵大败 十伤八九 四散逃奔 此时秦朗所引一万兵 都被属兵围住 剑如飞黄 秦朗死于乱军之中 司马懿引败兵奔回本寨 三更以后 天赋清朗 孔明在山头上明经收军 原来二更十英云暗黑 乃孔明用盾甲之法 后受兵一了 天赋清朗 乃孔明驱六丁六甲扫荡浮云也 当下孔明得胜回债 命将正文斩了 在义曲为南之策 每日令兵诺战 卫军只不出营 孔明自乘小车 来其山前为水东西踏看地里 呼到一谷口 见其行如葫芦之状 内中可荣千余人 两山又合一谷 可荣似五百人 背后两山环抱 只可通一人一计 孔明看了心中大戏 问向道观曰 此处是何地名 达曰 此名上方谷 又名葫芦谷 孔明回到帐中 换皮将杜瑞湖中二人 富二受以秘迹 又换及随君将坐 一千余人入葫芦谷中 制造木牛流马应用 又令马带领五百兵守住谷口 孔明驻马带曰 将坐人等不许放出 外人不许放入 无还不识自来点事 捉司马懿之计旨在此举 切不可走漏消息 马带受命而去 杜瑞等二人在谷中监督 降座 依法制造 孔明每日往来指示 其造木牛之法云 方腹驱静 一腹四足 投入领中 蛇着鱼腹 再多而行少 独行者数十里 群行者三十里 驱者为牛头 双者为牛足 横者为牛领 转者为牛脚 腹者为牛背 方者为牛腹 垂者为牛蛇 驱者为牛 乐 客者为牛齿 立者为牛脚 细者为牛羊 舍者为牛秋油 牛欲双圆 人行六齿 牛行四步 人不大牢 牛不饮食 造流马之法云 乐长三尺五寸 广三寸 后二寸二分 左右同 前轴孔分末去头四寸 静中二寸 前脚孔分末去头四寸五分 长一寸五分 广一寸 前杠孔去前脚孔分末三寸七分 孔长二寸 广一寸 后轴孔去前杠孔分末一尺五寸 大小与前瞳 后杠孔去后脚孔分末一寸二分 后杠孔分末四寸五分 前杠长一尺八寸 广二寸 后一寸五分 后杠孔等 板方囊二枚 后八分 长二尺七寸 高一尺六寸五分 广一尺六寸 每枚寿米二胡三斗 从上杠孔去乐下七寸 前后铜 上杠孔去下杠孔分末一尺三寸 孔长一寸五分 广七分 八孔铜 前后四角广二寸 后一寸五分 行之如像 宣长四寸 镜面四寸三分 孔镜中三角杠长二尺一寸 广一寸五分 后一寸四分 众将看了一遍 揭拜福曰 丞相真神人也 过了数日 牧牛流马皆造完备 婉然如活者一般 上山下领皆尽其便 众军见之无不欣喜 孔明令又将军高祥隐一千兵驾着牧牛流马 自建阁直抵齐山大寨 往来搬运粮草 供给属兵之用 后人有事赞约 建阁险郡驱流马 斜骨骑驱驾牧牛 后事若能行此法 转书安得使人愁 却说司马懿正忧闷间 呼哨马报说 属兵用牧牛流马转运粮草 人不大劳 牛马不识 义大经约 无所以坚守不出者 未必粮草不能接济 欲待其字避耳 经用此法 必为久远之计 不思退意 如之奈何 即幻章虎月称二人分复约 如二人各引五百君 从邪谷小路超出 带蜀兵驱过牧牛流马 任他过境 一起杀出 不可多抢 只抢三五批便回 二人领命 各引五百君伴坐蜀兵 夜间偷过小路扶在谷中 果见高响引兵驱牧牛流马而来 将刺过境 两边一起鼓噪杀出 蜀兵措手不及 弃下数批 张虎月称欢喜驱回本寨 司马懿看了 果然进退如活的一般 乃大喜约 如会用此法 难道我不会用 便令巧将百余人当面拆开 分腹一起尺寸长短厚薄之法 一样制造牧牛流马 不消半月 造成二千余之 与孔明所造者一般法则 亦能奔走 岁令阵远将军曾威颖一千军驱驾牧牛流马 去拢西搬运粮草 往来不绝 魏银军将无不欢喜 却说高翔回见孔明 说卫兵抢夺牧牛流马各五六批去了 孔明笑曰 吴正要他抢去 我只费了几批牧牛流马 却不久便得军中许多资助也 朱将问曰 丞相何以置之 孔明曰 司马懿见了牧牛流马 必然仿我法度一样制造 那时我又有计策 数日后 仁报卫军也会造牧牛流马 往龙溪搬运粮草 孔明大喜曰 不出无知算也 便唤王平分赴曰 如引一千兵半做卫兵 星夜偷过北原 只说是寻粮军 混入比运粮军中 将运粮之人进阶杀散 却驱牧牛流马而回 近奔过北原来 此处必有卫兵追赶 如便将牧牛流马口内舌头扭转过来 牛马就不能行动 如等尽弃之而走 背后卫兵赶到 千拽不动 扛台不去 吴再有兵道 如却回身再将牛马舌扭过来 长驱大行 卫兵必夷为怪也 王平寿既引兵而去 孔明又幻章一分赴曰 如引五百兵都伴作六丁六甲神将 鬼头瘦身 用五彩图面 装作种种怪异之状 一手执绣其一手杖宝剑 身挂葫芦 内藏烟火之物 浮于山旁 待牧牛流马到时放弃烟火 一起涌出驱牛马而行 卫兵见之 必疑是神鬼 不敢来追赶 张仪受寄引兵而去 孔明又幻卫岩将为分赴曰 如二人同引一万兵去北原寨口 接应牧牛流马 以防交战 又幻料化张义分赴曰 如二人引五千兵去断司马懿来路 又幻马中马代分赴曰 如二人引二千兵去卫南诺战 六人各个领命而去 且说卫将曾威引军驱目牛流马庄在两米 正行之间呼抱前面有兵寻粮 曾威令人少叹 果是卫兵 遂放心前进 两军合在一处 忽然喊声大震 蜀兵就本队里杀起 大呼 蜀中大将王平在此 卫兵措手不及 被蜀兵杀死大半 曾威引败兵弟弟 被王平一刀斩了 鱼皆溃散 王平引兵进驱目牛流马而回 败兵飞奔爆入北渊寨内 郭怀文两米被劫 急忙引军来救 王平令兵扭转目牛流马舌头 聚弃于道中 且战且走 郭怀叫且莫追 只驱回目牛流马 众军一骑驱赶 却哪里驱得动 郭怀心中疑惑 郑无奈何 呼鼓叫喧天 喊声四起 两路兵杀来 乃未延将尾也 王平复引兵杀回 三路夹攻 郭怀大败而走 王平令军事将牛马舌头重复扭转 驱赶而行 郭怀望见 方欲回兵再追 只见山后烟云吐起 一对神兵涌出 一个个手持齐剑 怪异之壮 拥护目牛流马如蜂涌而去 郭怀大惊曰 此必神助也 众军见了无不惊畏 不敢追赶 却说司马懿闻北援兵败 急引兵来救 方到半路 呼一声炮响 两路兵自险郡处杀出 喊声阵地 其上大书汉将张义料化 司马懿见了大慌 卫军皆经 各自逃窜 正是 陆逢神将梁遭结 身遇其兵命又为 未知究竟如何 且看下文分解 多く寻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里面 可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更为了 正值得 不吝点赞 订阅 大乱 此间 长 大乱 两道 不吝点赞